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四分位数为4x加10 第三四分位数为5x加12 且四分位距为x平方减40 则第二四分位数为多少 题目已知第一四分位数 这个是Q1 第二四分位数 这个是Q2 第三四分位数 这个是Q3 而四分位距 这个则是Q3-Q1 因此 我们把Q3-Q1 结果5x加12 减掉3x加4 所以减3x减4 这个等于x平方减40 于是全部移到右边 x平方 5x-3x等于2x 移到右边减2x 加12减4等于加8 移到右边变减8 所以减48 结果等于0 因此 x减8 乘以x加6 这个等于0 于是 x等于8 或x等于-6 如果x等于8 我们带入Q2 则4x加10 等于4乘8加10 结果等于32加10 因此等于42 如果x等于6 如果x等于6 则Q2就等于4乘6加10 结果等于-24加10 因此等于-14 可是因为如果x等于6的时候 则Q1会等于3乘6加4 结果等于-14 而Q3则等于5乘6加12 结果等于-18 则这时候Q1等于Q2 可是大于Q3 因为第三四分位数 必须大于第一四分位数 所以Q3必须大于Q1 因此如果x等于-6 则Q1Q2Q3这个值会不合 因此 x只能等于8 所以Q2只能等于42 这个第一题